明朝保定府有个穷小子叫宋百拳 每日里靠在山上砍柴为生 传闻有一天 宋百拳在山上砍柴时 看见一只浑身金光闪闪的小公鸡 这只金鸡在前面跑 宋百拳就在后面追 金鸡在树木山石间钻来钻去 一路跑到山顶 钻进了一个树洞里不见了 宋百拳伸手进树洞去左抓右套 却什么也没摸到 宋百拳不死心就在树下挖 结果挖了足足三尺深 金鸡没找到 却挖出一箱子金元宝来 这宋百拳靠着这一箱子金元宝起家 开始买地收租 进城里开买卖店铺 几十年来生意越做越大 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宋百拳为了感谢那只金鸡 就在当初发现金鸡的山上砍树平地 大兴土墓建起了一座院墙高大 乌设重重 气质恢弘的庄园 起名金鸡庄 这天一大早 金鸡庄内就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原来是宋百拳过五十大寿 这宋百拳的夫人已经去世了三年 膝下只有一女宋云上 这次过生日 宋百拳只请了几位客人 其中就有京城六扇门的民国马洛 马洛年届三十 上个月宋百拳在京城的当铺被盗 是马洛把盗贼捉拿归案 这次马洛来保定府公干 宋百拳就在三邀请马洛到庄上赴宴 马洛盛情难却 办完公事来到金鸡庄时已是过午 宋百拳穿了一身大红绸缎的圆外装 满面笑容的亲自到庄门口迎接 宋百拳热情的把马洛请到正堂 正堂已经到了两位客人 石顺天府常为标局的总标头葛红山 和大名府的名医孙熙焕 这两人都是四十岁上下年纪 葛红山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求然大汉 而孙熙焕身材瘦高 面目和善 宋百拳介绍说 这二人是自己的结拜兄弟 马洛与两人是初次见面 韩娟几句后就独自一人坐在一旁喝茶 这个红山为人豪爽 知道马洛是六扇门的捕快 就走过来说 马大人 我见你没穿官服 就都胆喊你生马兄弟 看你就是个练家子 现在吃饭还早 咱们去花园里随便练几下 也姐姐们 马洛连忙站起身来 白手推辞 奈何葛洪山寄养男人 不由分说地拉上马洛 就往花园走去 葛洪山手挽着马洛来到空地中央 抱拳拱手说 承让了 说吧身形一转 施展出千 搭 左 靠得擒拿功夫 和马洛斗在一起 连绵不绝地攻击仿佛一张大网 把马洛罩罩在其中 却都被马洛闪斩腾挪的一一化解 两人你来我往 剑招拆招 打了小半个时辰 葛洪山猛地一招流星赶月 挥拳击向马洛的后背 却被马洛轻盈躲过 顺势脚下一勾 葛洪山失去重心就要摔倒 正在此时 马洛身形一闪把葛洪山扶住 葛洪山稍微一愣 满脸通红 马上哈哈大笑起来 挑起大拇指说 马兄弟 真是好功夫 依我看 什么江阳大道 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马洛笑着解释 自己抓拆办案 更多的是靠头脑 而不是靠拳脚功夫 虽然已是寒冬 两人都出了一身汗 变个字回纵百拳 安排的客房休息一下 换身衣服 马洛在回去的路上 忽然听到甲山后 有个女子的声音低声说 人还没到 计划有变 马洛想再仔细听 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马洛回到客房休息片刻 便被邀请到燕客厅 宋百拳 葛洪山 孙熙焕 马洛四人落座后 丫鬟宁儿陪伴着小姐云上 从后来过来给大家问安 云上滋容秀礼 落落大方 依次给两位叔叔敬酒 最后来到马洛面前 奄然一笑说 马大哥 经常听我爹说起您 上次当铺的案子多亏有您 小妹先干为敬 替我爹谢谢您了 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马洛连忙说 云上小姐 你给我讲了 云上又寒暄了几句就和众人行礼 回后宅去了 席间大家高谈阔论 推杯换盏 喝得十分尽兴 葛洪山有些醉意 举着酒杯对宋百拳说 大哥 这么多年 要不是我们几个保守秘密 您现在 孙熙焕闻听连忙打圆场说 老三 看来你是喝多了 不能再喝了 看到宋百拳脸上有些不悦 葛洪山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连忙举起一杯酒说 大哥 我喝多了胡说 罚酒一杯 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时已是深夜 葛洪山和孙熙焕 会在庄内多盘缓几日 宋百拳刘马洛 也在金鸡庄睡上一晚 明天早上再下山 马洛等人所住的客房 在同一个院落里 每个房屋前有凋梁化洞的回廊 连在一起 马洛洗漱完躺在床上刚要睡觉 忽然听到院子里有狗叫 和人大声呼喝的声音 急忙起身穿好衣服去看个究竟 马洛来到门外仔细一听 原来是葛洪山的声音 就顺着声音来到葛洪山的房前 只见院子里的黄狗 正对着房门汪汪直叫 这时宋百拳等人也闻声前来 房门没锁 马洛走上前推开房门 只见屋里葛洪山正浑身大汗 挥舞着宝剑在房间一通乱砍 仿佛在于一群看不见的敌人厮杀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看见哪里跑 大家看着这诡异的场面都面面相去 宋百拳冲着葛洪山大声喊道 三弟你中邪不成 马洛看准葛洪山挥舞宝剑的空当 飞身冲到了他身边 一手紧紧握住葛洪山拿剑的手 一手扶住他的肩膀说 葛大哥 有我们在 不用怕 葛洪山仿佛认出了眼前的马洛 忽然浑身虚脱 瘫倒在地上 手中的宝剑也当了一声掉在地上 此时葛洪山用力瞪大眼睛 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 孙熙患身为名医 连忙跑到葛洪山身边 取出几支银针 插在葛洪山的人中 百惠等几处穴位上 只见葛洪山神志恢复了片刻清醒 但仍说不出话 用力瞪圆眼睛 伸手指了指桌子 头一歪就不动了 孙熙患摸了摸他的脉搏 把他睁着的眼皮合上 摇了摇头站了起来 马洛用手探了探葛洪山的鼻息 发现已经没有了气息 起身走到桌前 只见桌子上有一只青花瓷碗 碗里有半碗菌菇汤 马洛端起碗 用鼻子闻了闻 并无异味 就让孙熙患来看一下 孙熙患仔细看了看剩下的汤 大吃一惊 用汤勺盛起一个颜色青绿的蘑菇说 这种蘑菇有毒 叫鬼手青 误食后会产生有矮人攻击自己的幻觉 中毒身则会丧命 看来老三是吃了毒蘑菇 中毒身亡的 宋百全立即把装上 和客院相关的仆人丫鬟叫过来 交由马洛询问 马洛询问一番 结果每个人都说 不曾给葛洪山送汤 也没留意什么人进到葛洪山的房里 马洛想 这客院并无专人看管 每个人都有可能 提前准备好这碗毒蘑菇汤 并在酒宴中抽空溜出来 把汤放在葛洪山房内 葛洪山以为是家仆送的醒酒汤 不加怀疑就喝了 可以说金鸡庄上每个人都有嫌疑 马洛正在思考时 抬头看到墙上挂了一幅画卷 画中一只雄鸡 正对着出生的红日报效 一个青年人正在悬声舞剑 画作琢磨不多 但十分传神 画上提着四个字文机起舞 马洛看着画 想起刚才葛洪山挥舞着宝剑 和中毒后产生的幻象拼杀的情景 不禁觉得更加诡异 葛洪山的尸体暂时停放在房间里 马洛走出葛洪山的房间时 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 漫天飞舞的雪花 把山谷、树木、房屋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白色 第二天 雪丝毫没有停的样子 因为马洛公务已经完成 也想破了葛洪山被毒杀的案子再走 就留在了金鸡庄 下午时分 金鸡庄装门响起了扣门声 门房的家丁打开庄门 见是一个风尘仆仆 身材瘦小的年轻人 年轻人拍了拍身上的雪道 我叫万联峰 是从杭州来给宋百全宋大伯祝寿的 本应昨天赶到 但因为路上大雪耽搁了 晚到了一天 家丁引万联峰来到会客厅 万联峰见到正中端坐的宋百全 便跪下行礼说 宋大伯 小侄万联峰给您祝寿来迟 请您海寒 宋百全把万联峰搀扶起来问 你这万百贤弟的儿子 你父亲可好 万联峰说 我父亲上个月病逝了 临终前交给我一封信 让我来投奔您 并说让我和云上小姐早日完婚 宋百全闻听 把话题一转说 闲职你也别太伤心 到我这金鸡庄就和在自己家一样 看你一路劳顿 吃完晚饭先休息 明日咱们再慢慢聊 家仆带万联峰去客院 给安排了监客房 万联峰洗了脸 换了身干净衣服 然后来远客厅吃晚饭 晚饭依旧是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 孙希焕与万联峰的父亲从小相识 谈起一些童年的往事 又想到故人已是不禁长驱短叹 其间 云上小姐依旧由丫鬟您而陪着 来给大家问安 但是云上见了万公子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 脸上不禁露出失望的神情 向大家问安后就回归房去了 外联峰连日赶路累了 吃饭时就忍不住打哈欠 强打精神敬了长辈们几杯酒 有些醉意 吃完饭就独自回房休息去了 宋百全命人把杯碟撤去 漆上上好的龙井茶 一边品茶 一边又一论起葛洪山的死因来 宋百全说 八成是三帝相庄里的家仆 要一碗菌菇汤 那家仆不时得毒蘑菇 旧屋做了一碗毒汤 事后见到三帝被毒死 吓得也不敢承认了 麻洛点头说 宋元外 您所说的倒是有这种可能 孙熙患又说起万百的病故 以前兄弟四人 现在就剩下两人了 不禁眼圈发红 唏嘘不已 众人正在说话间 忽然听到客院方向 传来几声凄惨的狗叫声 叫声渐渐减弱 麻洛闻听低声叫了声不好 马上冲出宴客厅 向客院跑去 麻洛跑到客院前 忽然停住了脚步 原来马洛等人 在艳客厅吃晚饭品茶的这两个多时辰里 纷纷扬扬的大雪 又在外面积了厚厚的一层 之前的脚印已经被覆盖住 但见雪地上 只留下万联峰从艳客厅 静止走到客院的一行足迹 清晰可见 雪中的脚印 一直延伸到万联峰房间外的回廊边上 马洛走上前去 房间内已经是悄无声息 马洛推开房门 只见万联峰和那条黄狗 被高高地吊在房梁上 马洛见房梁颇高 就呼喊人来 众人闻声都赶了过来 大家连忙搬桌子 踩凳子 踩手忙脚乱 把万联峰和黄狗从房梁上解下来 孙熙焕奋奋力抢救 但已经回天乏术了 宋百全惊慌地问马洛 马大人 他是自己寻短剑吗 马洛皱眉摇了摇头道 带我先在院中查看一下 然后走出去 沿着连郎把客院的每间房都搜了一遍 最后回到万联峰的房间 对宋百全和孙熙焕说 我来客院时仔细观察过 雪地上只有万公子一个人的脚印 从宴客厅一直到房门外的回廊边上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进出客院的脚印 而客院里别的房间都没有人 然后指着地上黄狗的尸体说 这样看来万公子应该是自杀 可是他自杀 为什么要把黄狗也吊死呢 听完马洛的话 宋百全满脸惊恐地问 这难不成是鬼怪作祟 马洛摇头说 哪有什么妖魔鬼怪 我猜测 万公子是就最终被人吊死在梁上 院子里的黄狗听见屋内有动静 就在门前叫 凶手怕黄狗坏事 就开门把黄狗引到屋内 然后将狗吊死 但我还没看穿这个 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的手法 但可以肯定 凶手不在咱们几个之中 这时孙希患忽然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卷 疑了一声 只见墙上那幅画上 是一个先锋盗鼓的仙人 正在天空中踏着云朵在飞行 脚下有一只鸡和一只狗 也正飘飘然离开地面向空中生气 画上四个字鸡犬升天 马洛连想到万公子和黄狗 被吊在高高的房梁上 经不住紧皱双眉 宋百全剑客房里 接连出现似乎暗指死者的话卷 也是很惊讶 就把负责照料万连峰的庸人宋吉 找来疑问 宋吉结结巴巴地说 老爷 我记得 下午我带万公子到这房间 然后我又给万公子端来洗脸的热水 那时墙上肯定没有这幅画 不知道是谁挂在这的 孙希焕忽然瞪大眼睛惊呼了一声 冲着宋百全说 会不会是 马洛转头看向宋百全 只见宋百全向孙希焕使了个眼色 孙希焕画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只是向着宋百全嘴唇动了动 没有发出声音 可是他不知道 马洛能读懂唇语 知道孙希焕说的两个字是 荆棘 第三天 连着下了几天的大雪终于停了 吃过午饭 孙希焕见宋百全依旧心神不宁 就向宋百全建议 大哥 听说山下的真爵寺有几位高僧 我看咱们还是请几位大师 来庄上做几场法事 虚魔辟邪 宋百全听了 似乎有些犹豫 并没有答话 这时 庄门口又响起了叩门声 家丁打开庄门一看 外面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公子 骑着高头大马 身边还跟了一个十五六岁的书童 书童走上前递上一张拜帖说 这位大哥 有劳您进去回禀一声 说杭州万联峰万公子来拜见宋老爷 家丁急忙进去回禀 宋百全听说又来了一个万联峰 顿时满腹狐疑 让家丁把客人领到会客厅 并命人把马洛和孙熙患也请了过来 不多时 这位万联峰和书童走了进来 只见万联峰气语轩昂 一表人才 万联峰来到宋百全身前 捣身便拜说 宋大伯 小侄连峰有礼了 然后转身给孙熙患叩头 孙二伯 小侄给您问安了 行完礼站起身来说 上次在杭州见到您二老时 小侄才八岁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您二老还是风采依旧 说完一招手说 小侄本来是来给您祝寿的 在那路上耽搁了时间 请您恕罪 身后的书童双手捧着一个礼盒 送到宋百全的面前 宋百全让家仆接过礼物 万联峰又让书童拿过两份礼物 一份交给孙熙患 然后问 咦 我葛三伯没有来吗 宋百全叹了口气 就把葛洪山中毒身亡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又说 贤侄 实不相瞒 昨天家里还来过一个小子 自称是万联峰 晚饭后不知道怎么的就吊死在梁上了 这两天家里真是怪事连连 孙熙患问 贤侄 你父近来可好 万公子眼圈一红说 家父上个月病故了 家父临终前 让我来荆棘庄投奔宋大伯 则即日和云上小姐完婚 原来万联峰本来是从水路坐船过来 在客船上认识一个谢公子 两人相谈甚欢 万联峰就告诉了他自己家里的情况 和自己这次准备到金鸡庄完婚的事 有一天深夜 万联峰睡得正熟 不知何故船舱进水 很快就沉没 还好万联峰熟悉水性和书童游上爱来 但是那些公子却不见了踪影 万联峰丢失了行李衣物 包括一封父亲写的书信 还好他贴身带的金叶子还在 上岸后又买的马匹和鹤鲤 改走路路过来 今日方才赶到 宋百全听完 命家丁带着万联峰 去看那个自称万联峰的尸体 万联峰看后 确认此人就是船上的谢公子 而且在谢公子的身上 找到了那封万联峰父亲写的书信 宋百全见这位真的万联峰一表人才 谦逊有理又出手阔绰 很是喜爱 就让云上出来与万联峰相见 万联峰送上上等的胭脂水粉 云上也是心花怒放 笑夜如花 晚饭时 大家开怀畅饮 仿佛连日里笼罩在金鸡庄上的阴云 已经全部驱散了 就连马洛也被万联峰接连敬酒 多喝了几杯 转天一大早 马洛就被万联峰的书童给吵醒了 一问才知道 原来书童早上起床伺候公子洗漱 却发现公子没在房里 到处找也没找到 只急着在院里高声呼喊公子 宋百全文听后 令全金鸡庄的人一起寻找万联峰的下落 一番鸡飞狗跳的闹腾后 万联峰的尸体 最终在后院的鸡舍里被发现 他站着被绑在鸡舍中间的柱子上 心口上插了一把匕首 脸上还保留着临死前惊讶的表情 鸡舍里光线昏暗 气味难闻 马洛四下张望 然后在鸡舍里面的墙上 看见挂着一幅画 画的是一只神采奕奕的仙鹤 傲然站立在一群姿态各异 栩栩如生的小鸡中间 画上写着鹤立鸡群 看着战立死去的万联峰 饶使宋百全见多识广 接二连三匪夷所思的命案 也使得他面色苍白 六神无主 孙希幻见马洛不在身边 走过去对宋百全巧声说 大哥 您看这些人死得都很离奇 连鸣古马大人一时都毫无头绪 会不会真是呢 金鸡作怪啊 宋百全听了 打了个冷战 在金鸡庄上有个佛堂 就现在当初发现金元宝的那个树洞旁 供奉着对宋家有大安的那只金鸡的牌位 宋百全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匆匆忙忙地离开鸡舍 来到佛堂 把自己锁在里面 不停地烧香祷告 连午饭都没有吃 一直在佛堂里 云上得知万联峰被杀的消息 自是伤心欲绝 痛哭失声 丫鬟宁儿在一旁不停劝慰 马洛又对鸡舍相关的奴仆一番盘查 结果是负责鸡舍的赵二 昨晚多喝了二两 夜里睡得死死的 什么也没听见 下午时分 马洛独自来到宋百全闭门不出的佛堂 叫开门后 走进了佛堂里 马洛和宋百全在里面待了半个时辰 然后从佛堂里出来 拱手对宋百全说 宋元外 我一人在此仁丹是姑 我马上下山 虚保定府掉一班官差牙医过来 一是保护庄上的安全 二是彻底搜查凶犯 山上雪还没化 我现在下山最早也得明天中午带人回来 就此别过吧 说完就急匆匆地下山了 马洛走后不久 孙熙焕也来到佛堂 孙熙焕说 大哥 我觉得事不宜迟 还是应该尽快下山 去请真爵寺的高僧来装上 就算不能驱邪楚魔 给死去的人念经超度也好 宋百全点头同意 孙熙焕辞别宋百全后 离开金鸡庄从后山超金路 赶往真爵寺 宋百全又回到佛堂 把自己关在里面闭门不出 过了片刻 佛堂的门开了 宋百全从里面出来 走回自己休息的内院 宋百全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 步履缓慢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呆坐了片刻 忽然发现墙上不知什么时候 也多了一幅画 画上是两只公鸡正在相斗的情景 一只公鸡脖子上的羽毛竖起 胎打着翅膀 做事就要扑上去狠着对手 另一只公鸡却呆站在原地 不动声色 画上提的字是呆若木鸡 宋百全由惊讶转为恐惧 又由恐惧转为愤怒 他冲上去三下五下把画撕个粉碎 丢在地上 当宋百全撕完画回过身 却赫然发现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站着一个人 宋百全惊得呆立当场 真如呆若木鸡一般 那人黑黑一声冷笑 猛地抽出匕首向宋百全心口刺来 电光火时间 宋百全身形一闪 转到对方身后 猛地一掌切在那人后搏梗上 把那人打倒在地 栽上去冲着那人当胸狠踢一脚 随后从身后掏出锁链 把那人绑了个结结实实 然后笑着说 总算等到你自投罗网了 说吧一把撕去自己脸上的伪装 原来正是本英已经去了宝定府搬救兵的马路 此时窗外院子里灯火通明 藏在外面的宋百全和家丁们都冲了进来 转天晌午时分 孙锡焕带着一位出家的僧人回到金基庄 见到宋百全安然无恙 似乎有些意外 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 给宋百全引荐僧人说 这位一空大师精通 要诗经 送完经书 凡中毒生故的人 三日内都能够起死回生 宋百全 孙锡焕和一空到了客房 只见葛洪山的尸体停放在床上 从头到脚盖着一块白布 一空来到床前 冲着尸体念诵了一遍经文 然后用手一指葛洪山的尸体说 尸主 起 只见蒙着白布的尸体 缓缓地坐了起来 尸体坐直身子后将直不动了片刻 忽然尸体猛地把头上的白布往下一扯 哈哈朗声大笑起来 原来躺在这里的不是葛洪山 而是马洛 马洛拍了拍手说 来人啊 四名家丁推门进来 后面进来的两个人 双手紧紧抓住被五花大绑的葛洪山胳膊 马洛冲着孙锡焕政策说道 昨晚葛镖头图谋刺杀宋元外 被我当场抓获 已经招供出你是同伙 我看你还是自己招任了吧 葛洪山急忙大声辩解说 二哥 你别听他胡说 我什么都没招 孙锡焕愣了一下 知道事情败露 大势已去 长叹一声说 我自以为这个计策可以说天衣无缝 不想还是被马大人识破了 马洛说 你们把每个杀人现场 都配上一幅相关的图画 为的是故作迷阵 让大家以为是鬼怪杀人 因为这场大雪 那个假冒的万联峰被杀时 雪地上只有一行脚印 直到门前的回廊处 这就是说 案发时没有任何人进出过客院 而这回廊相连的几间客房里 只有一具 葛洪山的尸体 所以凶手只能是 死去的葛洪山 马洛对孙锡焕说 在葛洪山中毒而死的时候 是你浩脉确认他死亡的 用你医生的身份 使我先入为主 当我探葛洪山鼻息时 他是避住呼吸 让我误以为 他的确已经死亡 那么既然葛洪山是假死 你就肯定是同谋共犯 只要这个谜团解开了 整个系列杀人案件 就可以联到一起了 装作死人的葛洪山 把酒醉的假冒万联锋吊死 又把真的万联锋杀死在鸡舍内 于是我假装下山去请官兵 进庄守卫 给你们只留下一晚的时间 动手行凶 你们就果然中计自投罗网了 马洛转过身问宋百全 你们之间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 宋百全沉没了许久 然后讲述了一段陈年往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 宋百全在山上砍柴时 遇到了一个身受重伤 浑身是血的标师 标师自称叫李金基 李金基随同标局的标师 护送一趟标路过太行山 遇到了强盗 结果双方打了一夜 两败俱伤 伤亡惨重 标局里只有李金基 带了一箱黄金 杀出重围逃了出来 便不清方向来到山上 遇到了宋百全 李金基知道自己伤势过重 生还无望 临终前就托付宋百全 把那箱黄金送回标局 也算对死去的标师们 有个交代 当时山上还有挖野菜的 三个小孩 见到了这一幕 李金基死后 宋百全把他埋在山上 但并没有把那箱黄金送回标局 而是聚位了己有 并让那三个小孩保守这个秘密 条件是照顾他们不再受穷挨饿 于是宋百全和三个小孩 磕头结拜为兄弟 他对他们如亲弟弟一般 花钱请老师教一个小孩学武 一个小孩学医 一个小孩学买卖 这三个小孩就是葛洪山 孙熙焕 和万联锋的父亲万百 马洛转过身看着葛洪山 孙熙焕说 可是你二人人心不足 贪图宋百全的这份家业 想谋害宋百全 在以叔叔的身份 照顾孤女云上 进而来霸占金鸡庄 但又听说万联锋 要来和云上小姐玩婚 会影响自己的计划 于是就设计把万公子也除掉了 葛洪山和孙熙焕听了低头不语 马洛接着说 但凑巧宋元外把我请来赴宴 和万联锋的晚道 打乱了你们的计划 我那天听到一个女子 在背地里说 计划有变 应该是丫鬟宁儿吧 毕竟在房间里放那碗毒汤 葛洪山装死时的吃喝 和把万公子骗到鸡舍 丫鬟宁儿作为同谋 都是最佳人选 然后指着一空说 这位一空和尚 应该也不是什么真爵似的高僧 而是你们找来 帮你们演中毒的葛洪山 死而复生这场戏的帮手 葛洪山听完马洛的分析说 马兄弟 你说的就好像你都亲眼所见一样 栽在你手上 葛某心服口服 我是利欲熏心 犯下大错 杀人偿命 我无话可说 孙熙患也是叹了口气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宋百全不禁忌地直跺脚说 你们真是糊涂啊 如果这份家业能换你们俩活命 老哥哥我也愿意啊 说吧两行热泪躺了下来 葛洪山和孙熙患惭愧 马洛见惯了生死离别和悲欢离合 命人把葛洪山 孙熙患 宁儿一空和尚关押起来 派专人看管 又写了封书信 让一名家丁去保定府报案 找官差来押解人犯归案 一切都安排妥当 天色已晚 马洛准备再住一晚 明天就下山回京城 宋百全设宴招待马洛 一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二来给马洛见行 虽然凶手都已捉拿归案 可是马洛还是闷闷不乐 似乎有什么心事 酒过三旬 宋百全又给马洛满上一杯酒说 马大人不愧是京城明补 真是明察秋毫 智慧过人 马洛放下酒杯摇了摇头说 我一直觉得 这件案子什么地方有些问题 却一时想不清楚 宋百全说 但不知马大人觉得哪里有问题呢 马洛说 也许是我多虑了 我以为这次起杀人案的话 按照机 在四字成语中的位置 本应依次为鸡犬升天 文鸡起舞 鹤立鸡群 呆若木鸡才对 可是 马洛仿佛着魔一样念叨着 如果这次孵化 因为我来了 葛红山需要先死掉 好隐藏起来杀人 所以文鸡起舞 提前到鸡犬升天 之前 然后是 鹤立鸡群 最后是呆若木鸡 因为中间节外生枝 才多杀掉一个假冒的万联锋 可是如果原来的计划 只是要除掉你和要来完婚的万联锋 加上葛红山假死 最多三幅图的安排就够了 毕竟孙希焕要留下来主持大局 何请僧人复活葛红山 那为什么要准备四幅画呢 看着面前宋百全的笑容渐渐消去 马洛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惊出了一身冷汗 指着宋百全说 如果这四张画 原本是为了制造出鬼怪杀人的假象 依次杀葛红山 孙希焕 万联锋 你自己 然后你再由一空河上来复活 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而且万联锋的人和信都没有到 葛红山他们不可能知道 万联锋会来祝寿 应该是你写信 邀请万联锋生日当天前来 然后你通过宁儿 透露给葛红山他们的吧 宋百全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冷笑着说 不错 葛红山 孙希焕 死去的万百父子 他们都是吸血的马皇 没完没了地敲诈我 而且胃口越来越大 要吸干我的最后一滴血才罢休 我被逼无奈 只好想出这个计策 丫鬟宁儿是我的亲信 就是由他负责联系 串通葛红山和孙希焕 来实施这个计策的 不过我一直担心这个计策 是不是万无一失 迟迟没敢下手 直到建设了你破那个当铺切案 展现的过人才智 我就决定把这个杀人计划改变一下 让他们在你眼皮底下杀人 由你来救我并把他们绳之以法 马洛点了点头说 好一招借刀杀人 他们或者被杀 或者因为杀人罪而万丈 你却置身事外 宋百全嚣张地大笑起来说 马大人 他们两个人杀人可是铁证如山 而我可是也险些被杀呢 宁儿的命是我救的 他对我忠心耿耿 绝不会把我供出来 而且他罪不至私 我花些阴两就可以打通关节 把他解救出来 马洛叹了口气说 可惜你忘了一点 你这个计策有个致命的漏洞 宋百全一愣 盲问 你说 是什么漏洞 马洛说 就是葛洪山和孙西焕 现在还活着 你被他们三个敲诈这么多年 恐怕当年你不只是见死不救 私留黄金这么简单吧 如果我没猜错 三十多年前是你建材起义 为了抢夺黄金 而把受伤的李金基杀死的 而这一切都被他们三个看见了 因为有你杀人的把柄 他们才敲诈你这么多年 只要审问一下 葛洪山和孙西化 就知道当年的真相了 宋百全听了 手里的酒杯掉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自此 这桩由三十多年前的凶案 引出的系列杀人案 就真相大白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